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哈德來玩我們的天地節 今天是6月2號 禮拜天 那今天的交易我應該是跑完了 那個名聲 基本上都跑完了 我今天已經把我的御池倆的神兵點出來了 就晚上就邊睡邊玩 小關卡就開自動然後就睡著 然後就起來就再玩一下這樣 那個十字系神魔之尊傳第三章群妖來襲 的普通難度 我已經完美了 這個拿完了 要再練的話就要繼續打啦 這邊也是還有啊 這邊還有 還是要打這個七刃死啦 拿那個七刃死 然後有網友跟我建議說 魚蜥也可以練一下啦 我想一想 欸好像也可以 因為反正我一直沒什麼好的奶媽嘛 魚蜥也可以撐一下 因為有時候在玩那個九爐塔 他需要15隻嘛 需要三隊啊 那你就最好 最好要帶個奶媽比較穩 或者是這個松枝啊 光系的奶媽也可以帶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那個角色會分開戰 魚蜥的話可以遠乘奶 好像也不錯啊 不過魚蜥的話我現在才五星而已 還是要再去跑一下碎片 跑一下任務吧 魚蜥在哪裡 我這個號基本上沒用過 只有一開始稍微用一下 然後我就抽到白碗就用白碗了 白碗比他好用啊 不過這個可以一直練練到六星啊 跟那個玉池 玉池良一樣 你看他這邊可以那個 使用技能就可以幫全場氣血最低的一個有方恢復氣血啦 這個%數 這個倍數應該會增加 趙冰冰 我認識 好 魚蜥 我們現在看我的玉池吧 玉池 就 衝了一下他那個 這個星之晶 全部都衝到死 喔 花蠻多的耶 花蠻多資源 因為 不容易啊 你要巨滑對不對 你一定要用 這個 這種絕品的 絕品的比較好 他才可能就是7 8 9 10 11 12之類的 那這種就低階了 就很低了 然後閃耀的時候還會再加1吧 比如說你原本衝到加10 他就衝到加1 就11級這樣 好像這樣啦 反正我就花了蠻多吧 因為你衝到這樣子30的話就是第3階嘛 這個機率會再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玉池這個沒有很好用 因為一場戰鬥的話 你不可能 靠玉池兩的絕學一直打 而且他有時候會被剋的時候被秒掉 你為了要觸發 觸發效果有沒有 追擊 你要用普攻跟他對砍 可能玉池很危險 最好是有些俠客都可以回血 比較好 很多俠客都會自帶 解除負面跟回血嘛 那比較好 至少我覺得這個對我 我現在好 用起來覺得好危險 蠻危險的啦 好 神兵化身 之後再升上去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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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消化那個7正十 這個我都還沒解鎖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 這個東西 還沒有解鎖 是因為我 我這個還沒有練到後面 因為我這個都還沒有練到後面過 是不是啊 心狠解鎖後可在心狠內凝聚心之精啊 對啊你看神兵技能分5個等級 心狠凝聚心之精 反正我覺得跟這個可能有關吧 所以我這個暫時沒辦法衝到50啊 我衝到60啊 因為我現在才30啊 那如果這個有解鎖的話搞不好再弄個3個10等的話就有機會了 就可以60嗎 大家可以給我留言啊 如果你們知道這怎麼解鎖的話 是不是我剛剛說的那樣 我可能我是這麼認為啦 好然後來看一下那個魚吸吧 魚吸魚吸魚魚吸吸 左絕魚吸 入朝一魚吸嘛 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3C 他是不是有3C啊 對啊 他有3C啊 3C就是三個內力 哇 他就是有傷害啊 傷害有沒有 但是我們奶媽就只想要奶啊 你看這就是單體攻擊 那這個是被動 哇 絕學射程加二 真的假的 被遠遠能來嗎 我不知道 這些怎麼都是攻擊敵人的 這是攻擊敵人的技能 這是元技 技二技 這邊多了一個被動 這也是攻擊敵人 有沒有 我待會去看人家又帶什麼好了 這範圍傷害 它就是一個有傷害的奶媽 所以我就沒有很愛用 以前都用這個地獄子走完菜的時候 想起來了 楓葉喔 這 灰日聖咒人家傷害 這也是傷害啊 這也是傷害啊 都是傷害啊 不好用啊 這也是傷害啊 所以它只能用這個單體奶啊 還有這個被動奶 沒有其他奶招啦 就可能打人啊 打人然後再順便補血 就這樣而已 就不是一個純奶 我便尋一處桃園 與花鳥為伴 所以我就一直 沒有練它 不過現在可以稍微練一下啊 反正有資源就練嘛 我現在都是先練到66啊 練到66就是 基本把它練練 像我御池竟然是5300 我的第二高戰力 再來是心戰賢責 畢竟這個才4星而已啊 慢慢跑 呃... 我們來看一下魚溪吧 看一下 大佬們的魚溪 8000戰力 有這麼高啊 這麼強啊 我的魚溪排3200耶 3200 果然用這個AOE放回耶 敵人的增益變成減益耶 然後如果友方大於2的話 傷害提升30% 戰後自身4個範圍內 兩個氣血百分之所以 喔可以回血 最後可以回血 然後使用後變成這個 萬賴吉 萬賴吉 還有靜療 就兩個靜療互切 然後這邊有一個單體奶 然後這個也是 單體攻擊然後順便回血 所有友方 打人之後就可以幫所有友方 所有友方這個應該是 有距離嗎 可能沒有吧 無視距離 所有友方 雖然它就這兩個可以補血啦 然後這個是 打下去也可以補血 百分之所以其實它也是帶3個有補血的啦 只是這個有傷害這個也有傷害 這範圍有傷害然後這是單體傷害 就了解一下人家帶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都帶這些啦 哇我都沒練還要比昨天下降4名耶 好可愛喔 4個人超越我 好 余西 因為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風鈴聲嘛 那我就可以先練這一隻啦 慢慢練 就先把前面的慢慢拉到66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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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的那個角色就比較齊一點 盡量都4000多站立啦 就大概盡量就練到這種4000多 66然後大概4000多這樣 當然是有魂石的狀況啦 這有的後面就沒魂石了 沒裝魂石 好 今天就 欸 講了一下余西嘛 之後我可以來練一下 然後看了一下 御池兩 反正都主角啊 欸 余西的那個 神兵 是什麼效果啊 我不知道耶 這邊看的到 看的到嗎 看的到 點了沒反應 可惡 你看大家都十幾啊 有了十一啊 十幾十一就可以了 因為合績六十幾就練完了吧 這個啦 那行動結束後使用過絕絕傷害 為全場氣血 兩個友方喔 那還不錯喔 兩個友方 一倍這樣 這是他的那個技能效果 如果使用過絕絕傷害 不是治療 而是要用傷害 因為治療的話是他的天賦嘛 他的天賦 要看六星的效果 剛好看嘛 我來看一下六星的效果 是多少 六星的效果是一倍 一個友方這樣 自身周圍兩個友方連擊 追擊反擊傷害提升20% 因為會連擊的就是那個御池兩 所以御池兩的追擊還要反擊 可以提升傷害20% 然後一倍 這要六星啦 我應該沒有啦 我才五星而已嘛 我猜可能0.8吧 是不是 噔噔 噢0.9 猜錯 噢0.9 然後這邊是18% 好 就只能先有空練練 有人問說 那個我的冰彩運練什麼都要練好啊 先慢慢來吧 沒那麼多資源啦 反正也不急著一定要用它 我只是想說從前面開始慢慢練下來 一路練下來先練到66 練到66就是 急身14嘛 然後6個內力點出來 然後這個星盤 這個攻速這個給它練一練 那邊都練到死的啊 然後這個也可以稍微練一下 我也想這個也可以練一下 好那時間還有一點點吼 呃 來玩一下 主仙人物吧 好久沒玩主仙人物了 我要在19幕 它要我去那個 環神山封頂 環神山封頂在這 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可能是一張地圖吧 有怪有寶箱 之前有玩一下下 這是什麼洞洞 喔 法陣可以開房間的路吧 紅色 有法陣不動 這個應該沒東西 這個我應該打完 我之前來打過了 所以我們要開另外一個顏色 這裡的是法陣 你不要再講好不好 我們剛剛聽過了 要再講 欸 按錯了 Sumimassen Sumimassen 橘色橘色 有法陣不動 好這邊這邊這邊喔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我們直接路過好了 先拿寶箱 欸 十字印 很缺 然後這個應該要開 開這個 看來 這是 是多重的 不好說 你們 先開了再說吧 紅色 我也不知道 我就依序選 有嗎 沒東西啊 看來 是多重 不好說 先開了再說吧 呃 青色咧 怎麼這麼難啊 哦這裡有 這裡有 這裡有 終於出現了 戰鬥一下 那這個主線 比十字器還要簡單啦 反正就拿個十字巾啊 這樣 有點像是挖寶啊 挖礦 挖礦的概念 我就是御池娘他們啦 主線 但我就是御池娘他們啦 御池娘 魚蜥 這個 幽姬喔 帝姬幽姬 遺幽然後這個是 羽燒龍嗎 然後我們的魚蜥已經死掉了 要去把魚蜥給復活 所以要降下幽城吧 我記得是這樣 那這種主線還是會用我們自己的角色啦 不會用他們的 那我們的角色當然是直接擰壓 你看他們才幾等 才50而已耶拜託 我們直接上個友方 友方的指封已經被我用完了 因為我今天刷剛才都用指封啊 沒有指封了 沒有指封了 只剩這個 牽扭 喔 死 都給我死 可以開自動 我們開自動就好了 好不好 輕鬆玩 你沒事幹嘛傳送啊 亂傳一通 好笑 這個AI有點笨啊 很笨的啊 他的傳送給我亂傳 完全打不動我啊 就是他那個 我們的物防已經遠超過他的攻擊了 物防法防已經遠超過他的攻擊 欸但我沒說 我真的法師太脆皮了 退到爆 50幾的喔 不慣 可惡啊 算你狠 一絕持雄吧 哇 哎呀如果有那個指封的話 直接電下去了 他剋我 但是他打不動我 一一被電 爆了 呵呵呵 這個是回血 但是是要開解界才有 就是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只有剛剛 剛剛開解界的狀態 然後就是我們的 光系使用技能就會 幫忙回血這樣啦 哇 時間的關係 只玩了一小關 前面在講 魚蜜羊跟魚蜥 好 我覺得推進這種關卡 最好是用那個指封 用好友的指封 打全外面把他們打爆 好啊 我們要選第三個人啦 藍色法陣 哪裡啊 這個吧 我再猜 是不是 對啊 那邊還有陣法 GOGOGO 你看我們被分開了嘛對不對 我就說 被分開的時候 你就是 可以那個 用還有這個 這隻 狸幼也是可以AOE範圍 他該有帶吧 他沒帶喔 怎麼這樣啊 幫忙帶一下嘛 我以為他會帶 他帶那個氣力劑 我們就可以這樣改一下 就是 這邊可以換一下 我自己都帶這一招吧 各有好處啦 只有這些小兵嗎 我自己都帶那些小兵嗎 這樣才快啊 欸還有嗎 這裡還有 老實說啊 好開自動 他也可以開田拳啊 那傳什麼 每次都傳一通 就是如果你想要先減CD就先放減CD然後再開結界 反正他的技能一定是要先放其他技能再開結界 開結界才會觸發 比如說開結界才會觸發減CD 開結界才會觸發魂雪 他的效果才會起在這邊 因為那個大玄機我用一陣子 那機制大概是這樣 我以前好像解釋錯誤吧 以前我在看文字好像沒有解釋好 比如說他現在開結界 我們可以看 你看他這邊開完結界他多了一個回血 回血然後什麼風咒什麼的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用技能會回血 痾痾痾結束了 還打不到他誒可惡 來不及沒辦法掩飾回血 反正他就寫在那個地方 你要先放那兩個技能一個減CD一個回血 然後再開結界這樣才會有 才會觸發 好像是這樣 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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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一層 我們是第一層嗎 我們要下一層 好那這個 我自己再玩或是下次再錄 時間的關係也24分鐘了 我們先退出 保存一下進度 我還在持久木啦 應該要跑一跑的 這些該玩的都要把它玩一玩 畢竟你看那個怪才50階而已啊 我都已經66階了 這差多少差多遠 那可能你剛錄刻一個月就可以 就可以玩到那個進度 玩到這個進度了 不論你到哪裡 好的我是阿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大家掰掰